近日新西鄉同富國中禮堂是非常熱鬧 因為平常看到知名的小吃 在這邊進行益足 此活動是由中部地區知名小吃業者 一同來發起 希望透過美食 來為縣內偏鄉學童做愛心服務 覺得說偏鄉的孩子 要吃到我們道地傳統的美食 比較不容易 所以我們幾個店家 就一起來做這個活動 來跟孩子一起享用我們的傳統美食 志同道爾的好朋友 想說做一些下鄉關懷 美食之旅 所以這個活動我們已經 不是第一次做了 長期都有在做 然後我希望說我們有能力之餘 能夠一直做一直做 幫助偏鄉的小朋友 能夠好的生活這樣子 大家一起努力 學童們拿到這些美食 大家是吃得津津有味 畢竟因為居住偏鄉 要吃的機會比都市學童來得少 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對孩童來說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我覺得吃完共玩的時候感覺很好吃 我要謝謝的是他們給我們吃 在接受外界的愛心餐點後 同富國中的棒球隊也以舞蹈表演表達他們的感謝 這次活動除了針對同富國中 同富國小所有師生提供餐點美食外 也提供了其他服務 在感受到外界暖暖的愛心行為 兩校的校長也表達無限感恩 犧牲奉獻來到我們最偏遠的玉山山腳下的 同富地區的國中小 為我們做義祖還有義姊 還有甚至做贈送我們很多小朋友兒童節的禮物 這是讓我們感到非常感恩的地方 其免我們同富國中的每一個孩子從同富國中畢業之後 他也都能做這樣回鄉的回饋的動作 也希望把這一塊的動作能做永久的流傳 我想這也是教育最重要的一項工作 據這些愛心業者表示 為了能擴大對本縣偏鄉學統的服務 為了將持續做這樣的一個活動 也呼籲有更多的業者可加入他們的行列 一起為國內社會公益盡奮心力 米熊懷悠懷心理採訪報導